杨女士说丈夫与前妻因为有孩子做纽带 在外人看来他们一家三口才像是一个家庭 她则显得有些多余 杨女士越琢磨又不对劲 现在她开始怀疑她与丈夫的爱情 或许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 一开始是喜欢 后来马上就是利用了我觉得 一开始挺单纯 您爱人多大年纪啊 比我小时五岁 您愿意跟我们说说你们相识的这个过程吗 我出去玩 然后那天晚上溜弯吃完晚上饭 你去哪玩啊 06年去葫芦岛 溜弯呢 然后呢看那间屋子屋里好多人 我说你们这干什么呢 人说找工作租房子交朋友什么的 是一个有点像中介的那么一个屋吗 对对对对 特别小一小屋 我说交朋友多少钱啊 说十块钱 我十块钱是吧 玩似的就给他了 我也没当回事啊当时 第二天就走了 回北京了呗 回北京了以后呢 那个张老师就给我打电话 他说这儿一个男士什么的 刚离婚什么的 今年那是不到四十岁 我说太小了 他说你交朋友 你又不搞这些像什么的 我说啊啊啊 他说那个让你们认识认识呗 因为我九月二十几号去的嘛 十一的时候 你说你俩见见面吧 我说行 后来最后一个劲儿让我去那儿 一个劲儿让我去葫芦岛 我说啊 我说就为这个一个男的 我去葫芦岛 我说我不去什么的 我说以后你别给我打电话了啊 那后来呢 人家这老师也不给我打电话了 后来我就十一的时候 我就去了哪儿去了那个 野三坡那边玩去了 回北京以后呢 我那小灵通呢 就看着好多信息 得有十五六个吧 我也不知道是谁啊 然后我就给 我就说出于礼貌 给人回个电话吧 当时你信息都什么内容啊 就说什么那个 跟你交个朋友什么的 说给你打多少次电话什么的 你没接什么的 我出于礼貌 就给他回了个短信 回了个短信呢 他紧接着给我打个电话过来 就跟我聊天吧 一聊聊了半小时 当时就聊得还挺愉快的是吗 对啊 然后他就是老跟我发信息 老跟我发信息 老跟我发信息 就你最初对他什么印象了 通过打电话 我就通过打电话 觉得这人挺好 你知道吗 因为我十三年了 我自己我就感觉 心里挺热乎乎的 你知道吗 这么回事 那你当时没有产生这种疑问吗 说我跟这人也不认识 怎么一上来就这么热乎 那我没想 就聊得挺开心的 那那个时候 你有往下一步走一走的 就想法吗 那时候还没想过那些东西 那后来呢 怎么就 后来他就那个 十月十六号 是十月十九号 就来北京看我来了 因为他带的海鲜嘛 我妹挺爱吃的 吃完了以后 他又回去拿 还特意有回去拿了一趟 又给带到北京来了 又回来 又回来一趟 那一个月跑了三趟 那当时很用心啊 对呀 谁想那么多去了 那到这个时候 您对他的印象肯定更好了 对呀 而且我妹妹对他印象特别好 我跟我妹妹 还有我妹夫 还有他 我们还去了一趟天津玩 他特别热情 然后十一月四号 我跟我妹妹上到新加坡 他又来送的我 端门跑到北京来送你啊 那您没问过他吗 您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没有 没想过 没问过他